包括了美国纽约时报 美国CNN这些外国媒体呢 都在最近报道了 美国政府正在调查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雇用中国高官子女是否行贿的问题 那么在报道当中呢 特别提到摩根大通呢 在2010年到2012年间呢 雇用了中国某个金融集团总裁的儿子 另外他的香港办事处呢 雇用了中国铁道部前总工程师张鼠光的女儿 不过目前都没有证据显示 摩根大通雇用中国高官的子女 是否帮助了这家公司 在中国获得有利可图的业务 那么近年来我们知道 中国官员子女的一言一行 他们的动向都不断成为舆论的焦点 美国政府的调查 可能会激发什么样的效应呢 下面我们就要通过连线 请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副主任 何周何教授来我们进行分析 何教授您好 你好 是何教授我们看到了 这是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对摩根大通进行的调查 那这是否也再一次让所谓的中国官员子女 再次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官员子女的话题 会一再地被提起呢 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现在中国反腐的一个重要趋势吧 因为这个过去的反腐的 基本上是官员自己 官员的这个配偶 那么现在很多 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军委的副主席也经常提到 就是说这个官员的各个官员不忘了交代自己配偶的经济情况 还要交代自己子女的就业或者是经济情况 这也是一个一个延续 而且这个中国官员的子女原来在美国的机构工作 其实早就有的了 原来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当时大家找工作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子谈到 有些官员的子女进入比如说投资银行啊 或者是金融机构啊 或者是这个国际公司住中国的这个代办处啊 这样的情况经常听见 那么这个至于是不是带来一些马上的利益的话呢 可能还要经过一番调查 但是起码这个美国的很多跨国公司啊 或者是金融机构 他们都意识到如果使用中国官员的子女 作为他们的雇员的话呢 肯定在很多方面有方便之处 是那么何教授也有分析人士就说 这实际上国际的投资银行会青睐高官的子女 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民规则 这是有它的行业 有它的文化的背景 但您是否赞同这样的说法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文化背景 雇佣高官的子女的话 要如何来避免背后可能引发的所谓的前权 或者是一些不正当的一些贸易交易呢 这个就是最要的词面 进入国际金融机构或者是跨国公司工作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因为这个各个机构都希望自己的这个雇员 有社会影响 而且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渠道 能够打通 比如说有些不太容易打通的这个关节啊 或者是在这个做项目啊 做事业的时候呢 有更好的待遇 或者是起码是有些处理比较迅速吧 就是当然这个尤其在这个投资银行里头比较多 我以前也听说过原来我们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原来也听说过很多这个高级政要的 不光是中国了 还有其他高级政要的这些子女啊 或者亲属啊 在这个国际机构里头工作 那么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影响的 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在一个投资银行 你的这个亲人或者你的亲属是比如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啊 或者是中国这个某个金融机构的一个总裁啊 这样子的话 你开展义务相对就要起码有一些就是占先手的便宜吧 是是 那么何教授最后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针对这样的一个调查啊 环球时报这两天也发了很多陆续的一些追踪报道 在今天他发了一篇评论文章 他说摩根大通深水区的是非之处 那么这篇文章里面呢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他说这样的一个调查很有可能形成一个所谓的倒逼的机制啊 会反倒过来逼迫中国当局对于高官的子女或家属 他们的动向或他们的未来的就业发展 他们的言行做出更严格的这样的法规来规定 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 我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香港70年代的时候呢 香港的官员尤其是这个警察官员啊 他们腐败极为严重 但是这个在这个香港内部呢 很难找到一些证据 那么结果是有一个官员叫葛白的 他这个加拿大 他在加拿大银行里头存了400万港币 那么加拿大银行就怀疑他的这个钱来路不明 因此就把这个这个事情通报给香港政府 那么香港政府呢就根据这个案 这个这个通报呢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呢就发现一个一个大贪污犯 那么这也是香港警察里头 关系比较高的 几乎是最高的一个英国级的警官 那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些 中国官员的责任在美国的机构工作 进行调查 我觉得这个从外面呢 配合了中国现在的这个 反弹的一个 反弹增强的一个形式吧 那么起码也给这个 中国的政府的部门嘛 提出一个警告 就说是我们关注的不光是你官员自己 或者官员的配偶 而且更加关注官员的子女 他们的在在海外 各种机构工作的情况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有 有贿赂啊 是不是形成这个 有些有些机构 比别的机构占的便宜啊 这当然还要调查 但起码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从外面 这个倒逼中国的这个 反弹制度的建立啊 是有好处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香港城市大学的 何周教授 接受我们的访问